嘿 喜爱旅行的你们 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看看这些11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你在想下一个假期要去哪里了吗 你可以去大家都爱去的法国 印度或墨西哥 也许你会想去一些别人没去过的地方 我知道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地方 你一定会感兴趣 开始规划你独特的行程之前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通知 加入量生活频道 让我们从第11个开始吧 马尔迪文特雷岛 2008年9月 一名前卡车司机和他的同党 占领位于地中海萨丁尼岛外海的一座小岛 并宣布该岛独立 马尔迪文特雷共和国和许多这影片中列出的地方一样 都是私人国家 这代表虽然在其国民眼中是独立国家 但却不受大多数国际组织或政府承认 马尔迪文特雷岛只有两公里长 0.8公里宽 但自称有惊人的罗马帝国遗迹 小岛被占领后 支持者将岛命名为马尔迪文特雷共和国 他们宣布岛上并不征收税 且根据其总统 现在有300人抢着当共和国的居民 10.拉克塔共和国 这个美国原住民成立的私人国家 涵盖了很大个范围 约是20万平方公里 横跨南北达克他州 内布拉斯加州 怀俄明州和蒙大纳州 其最大的城市是内布拉斯加州内的奥哈马市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四名社会运动人士成立拉克塔自由代表团 于2007年到华府提出退出美国的要求 他们希望借着独立能进而建立自己的国家 也能保存强化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任何住在上述几个州境内的民众 若想成为这个共和国的人民 过程很简单 而若拉克塔共和国或官方承认 其人民将获得新的护照和驾照 9.埃里欧里王国 这个小王国位在埃里欧里小岛上 但实际上属丹麦所有 小岛在1944年时被几名哥本哈根的学校老师买下 墓地本为在此举办下令营 但之后他们却宣布埃里欧里成为独立国家 该国约是15000平方公尺 由里欧三市领导其260名国民 如同其他国家 埃里欧里有自己的传统和法律 其中最著名的 大概就是禁止丹尼尔迪夫撰写的鲁宾逊漂流记 我敢说在周五阅读可能是双倍行则 他们有自己的国旗徽章和真言 让我们互相帮助 埃里欧里岛还有自己的时区 比丹麦的时间晚了12分钟 许多埃里欧里王国的地名听起来很像丹麦的 其政府机关和贵族名也是如此 这印证了王国初创的理念 是建立一个和丹麦政府和传统相似的地方 8.对岸共和国 1996年时 一群立陶宛的艺术家在首都维尔纽斯 成立了替代艺术中心 一年后他们宣布该区为对岸共和国 他们的总统是立陶宛的诗人 音乐家和电影人李雷基斯 和其他国家一样 对岸共和国有宪法 若你有机会拜访 一定别错过了宝皮奥街 这里你可以在墙上读到 以22种语言写成的宪法 其中最著名的法条是第16条和第17条 他们规定人民有快乐的权利 和人民有权不快乐 而第37条则声明 人们有权不要有权利 爱狗人士则会喜欢第12条 狗有权当一只狗 谢啦 真是显而易见 不晓得是不是巧合 这个喜好艺术和自由的国家 将其国日 对岸共和国日定在4月1号 7.西南籍大公国 西南籍大公国目前官方名为 西南籍受保护领地 是2001年11月 由潜水手特拉维斯·麦克亨利成立 亡国位在西南籍的玛利伯德地 该地为南籍州上唯一的中立领土 其涵盖范围有160万平方公里之大 也有自己的国旗、徽章和货币 西南籍币 至今该国有300名公民 但他们不住在那里 而原因也很明显 即便这个酷寒的私人国家不受国际承认 但是它在西班牙的内尔哈 有一个荣誉领事馆哟 你想要成为海螺共和国的公民吗 只要买他们的护照就可以了 但你大概得用该国的货币杀钱付才行 好吧 那护照你大概只能收藏为纪念品 但还是很酷对吧 海螺共和国和15.4平方公里的领地 是1982年4月由基韦斯特的市长 丹尼斯·沃德楼在佛罗里达交导群所宣布成立 该国有自己的陆海空军队 也有自己的机场 供旅客前来观光 5.莱顿尼亚 莱顿尼亚这个私人国家 位在瑞典南部的库拉伯格自然保护区 在1996年时 由艺术家拉斯维克宣布独立 莱顿尼亚有一位终身职的女王 和一年选三次的总统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该国副总统一直尚未空缺 若你有兴趣可以考虑试试 莱顿尼亚最有趣的是 树立于保护区岸边的 两座大型雕塑 Nemis和Arcs 它们不在地图上 但一直是最受游客欢迎的地方 直至今日 世界上超过2万人是莱顿尼亚公民 而他们没人真的住在莱顿尼亚 若你也想成为其公民 你可以上网申请 填写表格表明自己 可以如何对莱顿尼亚的发展 有所贡献 结束后付款30美金的手续费 你就可以拿到公民证咯 沃特岛在所有独一无二的地点中 还是十分突出 它没有实体领土 因为这个私人国家只存在于网络世界 它在2008年8月成立 时至今日有超过8000名公民 沃特岛成立的初衷 是为创意思想者建立一个 自己自足 有言论自由和就业机会的国度 可爱王国 可爱王国受2005年一部BBC的纪录片 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所启发 同年喜剧演员丹尼华勒斯 在他西伦敦宝区的公寓 宣布该地为新的国家 而自己则为新政府的领导者 华勒斯更寄给当时的首相布莱尔 一份独立宣言 证明自己是来真的 可爱王国有一部分是虚拟的 所以你可以在网络上加入其8万5000名的公民 你可以轻易地在自己的房间或大楼里 成立可爱王国大使馆 只要在那里拍下王国的国旗 就表示你已经成功了 阿斯加迪亚于2016年10月 由俄国科学家和商人 伊格尔·阿舒尔·贝利建立 这个国家最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特殊的所在地 阿斯加迪亚一号卫星 它于2017年底发射至太空 且已把成千上万名国民的数据送往太空 如果你想追踪阿斯加迪亚的位置 就到它的官方网站去看看吧 1. 蓄尔特赛 蓄尔特赛和这影片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 它不是一个私人国家 它是一个1.4平方公里大的小岛 坐落于冰岛外海 不过它还是很特别 因为它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小型地球 这个岛是1963年至1967年期间 因一连串的火山活动后形成的 且被视为地球的雏形 其生态受长期研究 所以不能随意造访 除非你是有特殊许可的科学家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对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家来说 能够研究这块土地上 动植物的殖民化现象 更是一生难得的机会 他们的研究能够解密地球 最早期发展的样貌 是不是令人感到非常兴奋呢 你们最想参观哪些地方呢 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吧 也不要忘记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与你的朋友分享 然后点击订阅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